今場蘇斯亞茶就排出4231的正式 六目就取載了詹姆斯 其實都要適當的輪門 因為聖誕快車兩三月就要打一場 六目就給他多些機會 我十八歲仔 詹姆斯他經常都要爆 其實體能消耗得很厲害 都要讓他適當地休息 這場球又不出寶巴 大家以為這場球又是破不了密集 其實今場曼聯絕對有進步 他全球的速率、積極性 全球方面打得更快 而紐卡蘇的密集又不是太密集 他打算 喂 我跟你都是這麼高這麼大 大家25分 我又不需要太過死守 所以其實今場曼聯 都可以說 反而是好打了 今天來講一下曼聯對紐卡蘇這場球 曼聯以4比1擊敗紐卡蘇 賽前都沒有估計到 因為你知曼聯今季的成績就是 對強隊不用怕 我們不會怕對強隊 對熱致曼聯繫、利物浦、車路士 全部都不用輸 但是對藥隊連樂域智上場都輸了給樂域智 因為對藥隊完全找不到形狀 所以他會去別人的行為 去別人的行為 去打破別人的密集 反而被別人反擊 就入球 那 曼聯最殺死的東西 就是他的 這個 反擊 因為前面速度快 那幾個 但是 當 沒有位置走的時候 就是 人家死守的時候 你就找不到一個套路去打別人 那 那 今場球 劉卡蘇其實都不算很死守 那 一開始 曼聯今場的精神面貌都OK 但是 都是 苦無辦法 就是 空有 這個空球 之後 一直都 是打不到進去 或者 很有威脅 更加 在這個17分鐘 又是被 這個 Longstaff 這個 兩兄弟 的 其中一個 M Longstaff 就入球了 在17分鐘 攻破萬聯 這球球 其實 劉卡蘇其實是做得挺漂亮的 但是 曼聯的後位 就是看球 而已 是完全 沒有看人 被人 放了一個位 射了 那個球 入網 那 Longstaff 也是上 第一 循環 是唯一一個射入曼聯 的 劉卡蘇球員 也帶領 劉卡蘇 是 擊敗萬聯 那時候 主場是 贏1比0 那 一開始 17分鐘 又輸一球 可能就是一個 惡夢 又被 劉卡蘇 攻破 又是同一個人 那 那 真的很慘情 又是 貫徹之中 對藥隊 也是 輸的 但是 其實 今季 劉卡蘇也 有點不弱 就是 打算 走 教練 斌大維斯 之後 劉卡蘇也是 打算 互吸 但其實 原來不是 劉卡蘇今季 打得 挺好的 還要是 跟 劉卡蘇 還要跟 曼聯 是同分 那 你又可以見到 其實 劉卡蘇打得好 曼聯 又打得差 那大家同分 那 去到 這場球 呢 去到 這個 馬斯亞 射入第一球之前 其實這球 是要 賺一賺 佩雷拉 佩雷拉 一設球給馬斯亞 就很好射 那馬斯亞 一寫 那對方的門將 是 都是 你可以說 他手力不夠 那 就 把球 雖然撲倒 但是 也是 撞了入網 那 去到 之後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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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歲的 曼聯的年輕球員 就是 把握著 這個 劉卡蘇真是 放失失的後防 就 拿了球 就 一蛇 破網 是很漂亮的 那 這個時間是 三十六分鐘 那 其實今場 蘇斯卡查派出 這個4231的 正式 就 沒有了這個 可以說 沒有了 連加特 就 彭利娜 就拿回 正選 這個主角位 那 綠木呢 就取代了 這個 詹姆斯 那 還有 普巴呢 都是 剛剛相遇的普巴 他 是 繼續坐後備位 那 其實 都很重要的 就是 綠木 十八歲仔 你可以給他多些機會 但是 詹姆斯 也是 很出色的 球員 那 那 在這個聖誕快車 那 一定要有一定的 輪胆 其實蘇斯卡查 是 做得不錯的 那 普巴 其實賽前一開始 都有點擔心 因為 至於 劉卡索呢 就是沒有普巴的創造性 就 就 一開始就在想 哇 會不會破不了密閘 那 原來呢 都不用這個擔心 因為 這場晚聯 其實那些球是全快了 就是 連結得好了 可能 彭利娜 是回到 然後 綠木那些 就有了 這場 大家的積極性 是大了 希望呢 是送一個聖誕禮物 給這個購物 那 其實呢 之後 去到 第三球 這個 滑舒福 是一頂入網 接應這個 雲比沙卡 很漂亮的傳球 這場雲比沙卡 的傳球 質素都不錯 是 挺漂亮的 那 這球之前 就好像 有 詮微的犯規 就說 麥托文尼 這場雲比沙卡 拍到對方 那 之後 再傳過去 給雲比沙卡 再 慢慢射入 那 但是 其實 麥托文尼的球 是不是 一定要 吹呢 那 這球 也都 未必的 是很輕微的 打到臉 那 球正沒有吹 這個球 也是成立的了 那 去到 之後 基本上 去到3比1 這場球 都可以說 是 放進雪櫃 還有 今場 其實 要吃一讚的 就是馬斯亞 馬斯亞真的 表現得很好 即是 他 今場 都有射中柱 即是 他 不能夠 取得更多入球 但是 他也是 51分鐘 即是 一個單多之勢 這樣 就進了球 但是 令到 曼聯去到4比1 那 隨後 曼聯也 換入 浦巴 換走 滑書福 也換走 這個 馬斯亞 還有 這個 蜜湯文尼 也換走了 因為蜜湯也有 這個王牌 換入了 這個 連加特 馬達 這樣 那 其實 之後 曼聯 是有零星的攻勢 但是 那個攻勢也 不多 就是 可能 有些是射中柱 就是 有些威脅 但是 就是 因為 對方 都是收縮的 防守 曼聯 又要 破密集 那 曼聯也 不需要急著 所以 其後 可以說 是 垃圾時間 那 這場 其實 曼聯 今場 是打得好 這是事實 那 再要看看 之後的比賽 曼聯 打得如何 因為今場 其實 看回數據 就看到 曼聯有七成半的空球率 這麼多 那 這個 紐卡素 只有兩成半 那 所以 今場 可能 紐卡素 問題 就是 一來 第二後 絕對是自己犯錯 這個 不用說 把球 打橫全 被老木 接到 然後一夜射 那個球 射得很漂亮 但是 這個 絕對是 紐卡素自己的責任 那 就是 紐卡素 今場 可能 就想著 喂 我不需要 太過收縮 因為 大家的分數 都是一樣 那 我不如 就 不要完全死守 都 偶爾 都 偶爾 做 一些 進攻 那 這就是 一個問題 就是 一反擊的時候 曼聯 就 吃著你了 那 這場 曼聯 又做好了 破蜜集 所以 令到 這場 基本上 在 下半場 或者 上半場 的 尾段 已經開始 完全 做不到 一些攻勢 很快 又被 曼聯 壓住 被 曼聯 壓住 來踢 基本上 無法呼吸 所以 這場 其實 輸4比1 對紐卡素來說 也是一個 值得安慰的結果 曼聯 沒有進 多幾球 也是 曼聯 當然 他有自己的問題 但 紐卡素 這場 完全無法發揮 除了 頭 十幾二十分鐘 進了球 很威風 之後 又被 民主導 這個形勢 那 之後 因為聖誕快車 曼聯 之後 就會對著 另一支球會 搬離 之前 影片 我也說過 對於 亞仙奴 這場 可以說是 退色大戰 亞仙奴 真的 會再說 但是 亞仙奴 換了教頭 亞迪達 即是前 亞仙奴 隊長執教 也是 哥迪奧娜 其中一個 跟哥迪奧娜 學習的人 但是 亞仙奴 能不能夠 擊敗萬聯呢 或者 怎樣看呢 那 遲些會再說 那 但是 可以很簡單地說 可能 都是一場 爛輕爛低 大家是 互相去 去 戰鬥的 好 今天我先說了 那麼多